我在十天前我就跟放話 我說我們要加價 可是因為加價不能聯合壟斷 所以我們只能夠個別放話 加班會問題啊 使得我們新竹以南的班次 我們減班 禮拜一到禮拜四 幾乎減班到 就是等於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才一班 我們大致來講大概要增加8%的成本 運輸月增加8%的成本 我們也準備在過了年之後 最晚元宵結束之後 我們一定要漲價 我們已經取得默契了 韓國總統年任的那一次 馬上宣布油店酸漲 結果造成先染大波 其實這一次漲價比那一次的影響還要大 感覺上勞工薪水好像應該 理論上應該是增加了 事實上像我們減班的結果 我們因應能力減班的結果 我們加班會2.66倍 我哪有那個經營利潤啊 那我們減班的結果 然後又要轉嫁 勞工可能增加了一些加班會 甚至有的加班會也沒有了 但是我們將來票價一定要提升 票價提升之後 使用者付費原則 就比照中油的方式 中油 現在一個月 漲三次價 跌兩次價 大家都無感啊 那麼我們認為 交通運輸工具的匯率也應該要激動的調整 林權院長說 這個漲價的後果是必然的 更引起大家社會的這個華然 講的理直氣壯 理所當然 我們不知道 在修訂 在一立一修 定定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在立院 引起相當大的一個爭執 相當大的討論 社會也有很多的提醒 但是今天政府一意孤行的結果 造成了很多後遺症 果不其然一一發生 就讓你來拍照 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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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力